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乱 我还是说那句话 在整个过程灾难这些东西 任何人都不可控制 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会有分别 同样围绕着波士顿这件事情 据说国内媒体上 网络上相当一部分人 包括媒体上 就是很解气的说法 那意思美国人死太少了 再多死两 那你说波尔顿这个爆炸当中 死了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沈阳的 那我就不知道 你又该做何解释 说实话 以仇恨的方式对待一切 以泄分的方式对待一切 这就是人性当中恶的一面 这是人性当中恶的一面 我不知道朋友能理解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讲 在人的正常生活当中 新闻政治这些都是一种平台 但它表现出来的是人性的善与恶 人性的善与恶 是人生活的真实的那一面 其他的都是现实生活当中 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台 人性的善与恶 会随着你的灵魂永远持续下去 善多了恶少了 这个人就是好的 如果真正说 把恶性的东西 恶的东西完全去掉的话 这个人可能就 从生命的角度来讲就升华了 那也就在同一时间呢 据说昨天呢 《大公报》报了一篇报道 说这个习近平啊 在三月初的时候 自个儿在北京城打堤 有司机 有打了多少钱 这个做堤是花了多少钱 从哪儿到哪儿 都很清楚 这个呢 就成了大新闻了 对吧 那就变成了微服私访 那微服私访 在中国的所谓的 这个这个老百姓的民间的概念当中 那就是清官才微服私访了 结果折腾了几个小时之后呢 新华社又出面 批他是假新闻 可是在此之前呢 新华社也说这是个真的 你就搞不懂了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这个美国连续遭到这个灾难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媒体起着一个把事情的真相与细节 在第一时间汇报给美国人 他不怕美国人承受不住乱 而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即使今天被人 有些人认为走向开明的时候 他在操守的过程当中 一切的一切就是真的是假的 假的是真的 真的不知道是真的 假的也不知道是假的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没人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上到习近平下到下面 恐怕没人知道 这是一个信誉完全被摧毁的社会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大公报道歉 习近平打出租是个假新闻 大公报星期四十八号 报道了习近平为了了解民情 搭乘出租车的消息 被官方各大媒体热门转载 网民们议论纷纷之后 不久却发出道歉 说该报道是假新闻 那原文是这么讲的 大公报四十八号刊发了 北京地各习近平总书记 坐上了我的车一文 结果没多久 大公报发表声明 经核实这是条假消息 对此我们深感不安和万分遗憾 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等等等等 那中共的新华网也迅速转载了 大公报这一道歉消息 但是在这篇报道当中 BBC接着解释说 新闻网确认此报道为假新闻 之前新华社 中国网市官方微博称 总书记打出租确有歧视 北京市交通部门和率先报道此事的媒体 都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确有此事相关情况都是实实 都是他一个人说的 一开始说是真的 后来说是假的 都是他说的 这事到底是真的事想 假的你现在就那么清楚了 那文章具体的报道 当时是这么说的 3月1号习近平在北京乘坐出租 从古楼西大街附近去调一台大酒店 那一共8.2公里 用时26分钟 那这位低哥的名字叫做郭立新 而且报道中还提到 习近平为司机留下了一帆风顺提词的照片 文章也提到说 大公报的网站上 依然可以看到这家独家报道的照片 但是里面的内容没了 然后BBC提出质疑 大公报被誉为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创刊1902年 那1949年之后 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 在香港继续发行 所以人们把大公报与文汇报 同称为是在中国的 是在香港的党报 基本上是这么个概念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说这里就自己乱自己了 因为你可以有几个角度去说 第一个呢 大公报这么说呢 一定有背后的故事 而且呢得到了新华网的证实 那你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如果这东西全是假的话 那新华网跟北京交通局 都是在协助作假 也就是说对这种事情 他们根本不加思索的进行协助作假 这是一个选题 对吧 当协助作假的时候 都应该向社会做出声明 你们为什么协助作假 第二个 这个消息是真的 反过来出于某种需要 比如说中共内部的权斗 那刘云山认为这件事情 太树立习近平了 给他干掉 当成假新闻干掉 不许设立 就是这等于是 进行个人崇拜的一种 一种铺垫和新闻宣传手法 那也就是把真的打成假的 对吧 当把真的打成假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是中共内部的权斗 你可以这么说吧 那第三个 习近平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不满意 那觉得呢 特别网民的讨论 他就觉得更不满意 没必要这么做 也少来这套 给他干掉 也保不齐的事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如果有这么三种都保不齐 我能知道的 这么三种都保不齐的事 还是那句话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真的 在这个社会当中 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也是真的 但真的也是真的 假的也是假的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没有一个东西知道 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但有一个人知道 老天爷 那这条消息 在被批成假新闻之前呢 网民们曾经对他 很大的评论 那BBC的说 中国网民对习近平 打出租 褒贬不一 所以这个能反映出 那条消息 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文章是这么讲的 说习近平在北京 打敌微服私访 被司机认出消息 引起网民关注领导人 表现亲民的正面现象 但媒体大量运用 微服私访 等字眼遭到批评 过于封建 那网民们是怎么说的 有一个网民这么讲的 对于强权 有着自然而然的 卑躬屈膝的这种表现 来个微服私访 就让我们开心的笑的好久 离那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差的何止是实际的年限 而另外一位 应该是叫保健时报的记者 他说 如果出租车司机 能够公开坦然的批评习近平 而不是冒汗 媒体报道 有表扬 也有批评的话 那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国人奴性还是太重了 距离公民社会的路还很远 那就在同一时间 法广有篇报道这么讲的 中国广电总局颁布禁令 禁止新闻单位 引用境外信息 石涛的节目属于境外信息 中共当局对传媒进一步收紧 据中国新闻出版网报道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下发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 网络活动管理的通知 其中要求各类新闻单位 均不得擅自使用境外媒体 境外网站 新闻信息的产品 在前面的那样的消息的铺垫之下 那我不知道他把大公报当成是到底是境外的还是境内的 那是香港是中国的 对吧 这个应该是属于境内的 但他有一国两制的 他有可能是境外的 搞不清楚这乱七八糟的事 那我们当时看到那个消息就是什么 真假两不知了 那你在真假两不知的时候 管制单位如此清晰的说 所有境外的新闻媒体网上的东西 作为国内的新闻媒体都不得擅自转用的话 他就要求国 那就是换个角度上说 他要掩盖一切真相 而今天他遇到的挑战是 他掩盖不了 也能不能解读成 在中共的最上层 已经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 无论是侵流感也好 还有什么大的其他的社会的问题也好 已经走到了一种极端 当走到极端 境外的媒体会知道真相 会尽力的告诉大家真相 那作为境内来讲 中共的体制内部来讲 他只能靠这手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